首先很重要一点 我们在涂软膜粉之前把脸洗干净 然后呢一定要派上一层护肤的水 第二 涂完水之后呢 涂抹一绳精华 涂完精华和水之后呢 给咱们的软膜做一个打底 这层打底对于软膜的吸收和渗透 还有对于皮肤的体量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护肤打底做好之后呢 我们再来调我们的软膜粉 用这个勺子呢 去瓦我们的软膜粉 让它堆出来 瓦上三堆勺 三勺 还是用这个勺子去量纯净水 两勺的纯净水 用这个搅拌棒 一个方向给它搅拌 搅成这个状态之后呢 可以加速的搅拌它 搅它一颗颗粒都没有 搅到无颗粒 想让皮肤的保湿度 光泽度 还能带发面部的斑点效果更好 我们再加上一粒微异 然后呢 再次给它搅拌 搅匀之后呢 我们就上脸快速的涂抹 先涂抹皮肤比较大的面积 脸颊 涂抹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快一点 然后额头 全脸通过之后呢 三五分钟的时间 它就会成膜 咱们呢 静静的等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给它取下来 这个空闲的时间 我们可以贴上五分钟的保鲜膜 给皮肤密闭增温 锁水一下子 五分钟之后把保鲜膜取下来 面部的面膜继续停留 到时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结膜了 结膜之后 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水润 摸起来非常丝滑 非常有质感 你去做这个面膜 做一次 你就会爱上它 接掉之后 我们清水冲洗干净面部皮肤 然后再正常去涂抹呼呼品就可以了 连续做三次 你的皮肤肤色就会有所提亮 这个是羊柑橘的 适合于敏感肌肤 爱过敏的皮肤 皮肤泛红的脸颊去用它 刚接下来的软膜粉 你去看它 它上面是很水润的 然后呢 你看这个纹理 皮肤的毛孔纹理都会在这个面膜上面给印出来 所以说咱们再去做这个软膜的时候 你的皮肤毛孔也会被清掉干净 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